大家好,欢迎来到Rainbow RC 我是Lobo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SERPENT X202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今天说一下SERPENT X2024 我简单称它为X24 不如不要说到这么长这么沉 试了几段时间 感觉上都不是感觉上 其实事实上 我就用回跟X23 一样的动力 一样的电子东西 电池、车胎 去测试作比较 起初落地的时候 就比较23万少少 可能未熟习、未习惯 但是试了一两转 开始慢慢微调之后 已经感觉到 比上一代的车 已经做更快的圈速了 这部车相当之好跑 而且再比X23更灵活一些 X23的特色 已经是一辆很小弯的路轨车 到X24我认为车再最爽 亦更适合拽 选择 主要应该是 因为头扇头 即头淡 左右也是可以分体 它的原装也有一类小弓板 可以绑住它 我试过两个 其实走出来的圈速分别不大 盾到就稳定了些 不安裝的話就彎心轉多一點 但是得出來的結果其實都頗接近 不是很大明顯的圈速分別 另外一件事令車轉彎了 應該是尾包頭和尾油壓放斜了 現在設計是車頭的油壓角度 車尾是比車尾的 車尾的油壓更加傾斜 在未試車之前有朋友問 睡得這麼傾斜 車會不會走不動 通常大部份的電房 車頭的避震會比較傾斜 車尾的好處是車尾會比較穩定 進彎的時候尾的尾會比較硬 會令到車沒有那麼容易失控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可能會令到車有些過份穩定 所以有時轉彎沒有那麼傾斜 這輛車轉彎是非常傾斜 我最初大約是跟回它差不多的原裝設定 有些東西後期改了 因為怎樣說好呢 在哪裏入手好呢 其實我發覺我遺漏了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這一代的X24 已經撇除了你之前認識的SERPENT 電動車在組裝車的麻煩 因為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由2021年開始 一直到23年 在組裝方面都是很多投訴 其實是因為一些東西做得太正式 有些東西是會絕 有些東西是會過緊的 但是據聞 因為這輛車不是我組裝的 那輛車是別人組裝完給我試的 那它組裝完之後是沒有什麼投訴的 雖然有部分零件可能都會有少少輕微絕 但是只要輕微做一下運動 或者收拾一下 那輛車已經是很暢順 很快 不需要太多手工的東西 已經落地操作正常了 不過我還有一件事想提一提 就是因為那條ROW BAR 那幾個波頭仍然是用舊款的 所以我自己跟手檢查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點不夠順 都是要找一個鉗夾一下 那個膠球尾巴 要輕輕夾一下才能夠順 這些位置最好都是要順 因為如果不順 很容易絕著搖臂就會有些怪動作 很小力找一個鉗 我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有沒有需要我做一次示範 解決一些波頭夾的問題 其實只需要用一個尖嘴鉗 在波頭上面夾一下 夾一下 總之你見到那些波頭 有時候太絕了 其實夾一下就可以了 輕輕 如果夾一次不行 就可以加大一點力度 或者換一點角度 其實都通常夾得鬆的了 我沒有遇過一些波頭 除非你直接是落錯小珠仔和波頭 譬如5.8珠 你落了個6M珠 這樣錯到這樣 就有機會夾極都不鬆 否則你如果都是相差一點 其實一定夾得鬆的 那些波頭 一定要順 所有那些波頭 波裝位 或者搖臂 那些 要順才可以正常操作 但是這輛車在這方面 好像已經沒有了這個投訴 那另外呢 有些什麼注意呢 注意的東西都多多的 其實 主要在控制輪距和盒子上 嗯 好啦 拍得片 我想我也要詳細一點說 那如果只是對這輛車輕微有興趣 就已經可以聽完就算了 即是聽完前那一節 知道車大約是怎樣 進化了 好跑了 OK啦 收線就行了 如果再想知道更多 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大約有些什麼要注意 首先 由車頭說起 習慣慣例都是 那車頭呢 我現在設定到 TRACK WEEF 因為經常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經常都 改變少少少的TRACK WEEF 令到你的設定會容易些 掌握 容易些控制 多一個選擇 那我覺得 利用TRACK WEEF 來控制 車的走勢走姿 是挺實際的 但是呢 去到這一代的車 有些東西要注意了 就是我現在呢 我通常在IPYC 就沒有什麼投訴的 因為我多數在行186mm 車頭 186mm 的闊度 就是外輪 度到外輪 左右輪 車尾就是184mm 那車頭 有些什麼要注意的呢 車頭 當你想像現今 應該都幾多潮流 即是大潮流的車 都會正常行到188mm 即會闊多2mm 那這輛車呢 你就不要就這樣扭 扭了它188mm 因為呢 很有機會 那條萬向折 和頭直濕杯 是會吃得不夠 它會自己脫出來的 如果186mm 基本上是穩陣的 我暫時都沒有試過 有些什麼問題 就不要做得太闊 如果想闊 就放spacer 放這些 1mm戒指 但其實我也建議你放的 因為我後來試過 其他牌子的車胎 有某些車胎 它可能車胎裡面 這個六角 這個六角 比較厚 比較深 所以你一裝輪 它就已經會撞到這些邊位 轉向杯這些邊位 會撞到 那所以呢 基本上 因為它六角是很薄的 今次新車的設計 跟舊車有些不同 已經不是走那些 普通六角盒 它已經是 包住了那個 啤櫻 在裡面的一種設計 所以 我建議大家 都可以加回 1mm spacer 讓它六角厚 一點點 來避免 這些位置會撞到 其他東西 就會比較穩陣 所以基本上 spacer 幾乎是必須的了 那你又不會有些 某些連結是會撞到 那邊邊位的 就這樣 那 那 怎樣設定到它 去車頭186呢 我就是把那個 那邊位 這個那邊位 這個那邊位 就是 搖臂和轉向杯 那個中間的間隙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去量度 每一邊 左右一樣的 量度到去4.6mm 左右 就應該已經是 適合這個 寬度的了 那如果大家 可以放1m spacer之後 可以減1m 譬如3.6mm 這個車頭 就應該已經可以了 那 不用太闊 對了 那又或者 照4.6mm 那你就會 車頭 去回188mm 其實都不算太闊 不過PYC 就偏向需要 車子靈活些 靈巧些 所以我就喜歡 走回窄少少 就是這樣 然後 要注意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主要都是調整 去到車尾 也是 必須要放這塊1mm 片 戒指 還有 如果有某些靈 就要多加1mm spacer 而這個 間隙位 就是 搖臂和杯子的間隙位 可以去到1mm 車尾 去到1mm 調到1mm 車尾 就會自然 變成184mm 如果你跟著這樣做 最窄是184mm 不能再窄 因為已經撞杯 車尾 不能再收窄 車尾 特別要注意的 我暫時發覺 都是撞輪 或者會 撞到油壓腳 那些 小問題 因為 你見過其實 油壓腳 我也是 曾經撞過的 因為我見 它的尾油壓 有點斜 我打算 塞回 鋪 塞回 戒指 讓油壓 可以 走得直 它現在有少少微微斜 進去 我打算 塞回 原來 問題是會 HIGHLINK 即是 油壓腳 波子頭 會有機會 HIGHLINK 其實 HIGHLINK 都沒有太大問題 最初HIGH 可能會 絕了 但是 你走得幾圈 攤子 磨到 波子頭 應該都沒有太大影響 只會 養衰 主要問題 但是 我後來發覺 這個問題 拆了一顆 戒指 任由油壓 斜斜 我感覺不到 對性能有任何影響 會 不要跑 脫尾了 推頭了 我感覺不到 它有什麼特別影響 所以我最後還是拆了一顆戒指 還有 廠方 方景 有提過我 車尾的偏心卵 其實 現在的設計 是沒有想著 會向上的 因為這個是偏心卵 可以低1mm 和高1mm 我自己習慣 由23開始 我都是頭尾 都是向上的 即是啤檸是向上的 我想它的味道爽 一點 動一點 掉起來會自然一點 我只是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都是喜歡向上的 如果向下 車子就會比較定 咬尾一點 我建議 都是裝回向下 會比較好 如果不是 是很有機會 適合到 波子腳 即是油壓腳 就是這樣 但是我已經適合到 所以我沒有想著理它 我任由它繼續向上 但是 應該是我 因為我的車尾 收得比較窄 它們應該走到 185-186 通常的車尾 我收得比較窄 所以更加容易 撞到波子頭 不過我覺得 這個是小問題 要還有什麼注意呢 應該暫時都沒有什麼 你可以留言 或者我日後發現 有什麼要注意的 特別事項 我就再更新 你們 好 開始 下一個題目 就是講設定 我試了什麼設定 好了 在講設定之前 有朋友問我 X23和X24有什麼不同 其實一眼看下去 我覺得 樣子其實是差不多的 我可以說一句 它將一架X23 以前有的問題 以前有的不好的地方 例如裝嵌等 將它優化了 亦都之餘 有些設計上的 概念想法的 是有些不同的 會令到車子再走得快些 我自己覺得 還有第二樣 就是有些什麼 是要選擇的 我自己暫時覺得 有些東西是要選擇的 例如ROBAR ROBAR是原裝跟車 我沒有聽錯 或者沒有記錯 應該全車是跟1.4 ROBAR 頭尾也是 我覺得應該是 保持1.2 1.3 即是買多一套 1.2 1.3 ROBAR 齊全頭尾就最好了 即是1對1.2 和1對1.3 ROBAR 加上原裝1.4 ROBAR 我覺得已經差不多了 另外 有一件很特別的東西 今次這代車的底板 看到嗎 底板設計很特別 它是把頭叉速下面的這個孔 以前是只有一個孔 通常的車 現在是湯得很深的 車頭車尾也是 湯得很深的 另外有一些孔 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就是用來使用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件這麼好玩的東西 要選擇買的 我寧願它加在車架上 因為這件事是必定要玩的 是可以將它這個 縫隙控制到前後 控制車架的扭動 令到車子走出來的行走性能 是完全不同的 那這件東西是什麼呢 這件東西的號碼 就是402088 大家記住一定要買 因為如果你不買這件東西 你就玩少很多東西了 它其實只是兩個小馬 是馬住中間的坑 馬住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調前一點 後一點 前後也是這樣 可以有得調的 至於調校之後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你自己試 我買個關子 因為這個是最好玩的地方 你應該自己去試 自己去感受一下 跟著試完 最好你就留言 可以跟我們分享 看看跟我們試的東西 跟不一樣 OK 這個是一定要買 必定要買 這個是其他車沒有的東西 可以你自己去慢慢 調校感受一下 有什麼不同 另外呢 我又開始想說一下車的設定 油壓照舊 三百五油原裝 至於頭部的包含板 你可以試試哪一個操控 我自己喜歡拆的 但裝了的確是容易控制 車子比較準繩 如果不安裝 它的彎心是多一點 但有些不穩定的感覺 可能修正動作在彎上 要做多一點點的 看看你自己的喜好 這個其實我在AMB 有一個圈速度分別不大 純粹在手感上 跟著呢 就是二樓板 修正常 用回蛇仔螺絲 都是這樣 轉向方面 我最初試這輛車 我覺得它的轉向反應是過快的 彎心是有一點點推的 所以我就想著可以把轉向加多一點Arcumant 因為它轉向那邊好像放了一顆2A 或2A半戒指 我試試拆了它 但拆了它 原來它的波子頭 都有點腳扭著 所以都不可以完全收進去轉向的眼鏡位 仍然有一點點凸出來 但OK 我也是拆了一顆戒指 令到車的轉向反應慢一點 彎心多一點點 我是拆了 頭彈弓我仍然是用原裝 原裝 但是它原裝是有攝戒指的 令到頭避震再直一點 我又因為想它的反應減低一點點 多一點彎心 所以我是拆了車頭的戒指 會令到車的反應慢一點 沒有轉得那麼速 容易控制 令到它的彎心更快 車頭差不多了 這裏應該是放了2A至2A半戒指 裏面是1A半戒指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原裝設定 但我沒有動過 因為我的車回來 朋友借給我的時候 我這些路線中的東西 我就沒有動過了 去到摩打左 摩打左 中左 底板的螺絲 你現在看見收得比較厚 因為我的朋友 車主是喜歡比較穩定的 我試過我自己喜歡收前面的兩顆 我覺得車會反應快一點 車尾味會爽一點 但我恐怕它會覺得車尾味 所以我收到後一點的位置 收了之後 車尾味就會很穩定 很穩定 除此之外 車頭的搖臂跟車 有一塊片 我叫它片仔 有個小左 可以令到它收到頭搖臂的後面 我最初是沒有收的 沒有收都是走得快的 但就會沒有那麼穩定 我只是覺得它穩定性的幫助 如果你覺得車不夠定 可以安裝回去 如果你覺得車太硬 你覺得車太硬 你其實可以拆掉它 令車靈活一點 不過拆掉它 你要加1mm戒指 車頭仍然好像23mm 是有Toe-in Toe-out的搖臂調 車頭是正在走直的 直的會比較容易控制 如果我覺得可以調到車頭Toe-out的話 車是會轉彎一點 我自己覺得會轉彎一點 我比較喜歡的車向外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反應 不過不是差很遠 只差一點點 另外沒有加中間的雪條棍 你看到我剛剛試的 這件左也是 所以我都不太知道 擺前擺後的反應 我只可以說 加了這條選擇之後 我覺得車是定了 穩定了 尤其是在高速彎上 準繩了 所以基本上這件都必買了 百多元 十多元一對 OK 自己明白的 然後 車尾我也是 底板有安裝那條BAR的 第三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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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安裝了一個BAR的 擺著左右搖臂底 我覺得安裝了之後 車尾是在走Toe-in 最尾的螺絲 是安裝外面的 車頭是安裝外面的 車尾是安裝外面的 車尾是安裝外面的 這段是這麼多 總之 摩打左 你想它反應快些 有時候會反應快到 搖臂底 如果是安裝前面的螺絲 要安裝後面 一定是緊實一點 即是你覺得車尾是轉彎 在彎裏面 有少少甩尾 其實這裏都蠻幫到手的 好 然後 之後 車尾的戒指 也是 車尾是半mm 原裝戒指 1mm 外面 那條CAMBER LINK 基本上 都差不多 尾避震也是350 原裝彈弓 我覺得 有一件事 提一提 車尾 因為 殼柱架 是很低的 低到 有機會 所以 如果你是裝車尾殼 在一個洞裡 會太近 車尾 所以 升高一點 應該會不太容易爛 所以 會加多一個 小柱 你自己想辦法 或者配些小柱 但是升高了之後 會令到尾尾 尾尾 軟 所以 如果 踩油會脫尾 尾尾 可能在這裏 升得太高 令尾尾尾 太扭 你可以試試買多一塊 這些GRAFI 板 裝在下面 即是裝一次在下面 或者 可以不要這兩隻腳 其實 只是加多一點 硬度 在下面 我覺得 如果你面對有這個問題 應該會咬味一點 如果你脫尾 如果你不脫尾 不用理會 不用理會 繼續走 因為 尾尾尾 扭得太強 會影響踩油出彎 會再轉彎一點 喜歡就轉彎一點 如果不喜歡 可能有機會導致它脫尾 大家可以注意這個位置 另外 我的設定 去到頭路巴 是走1.4mm 以前的舊車尾 我幾乎感覺是1.4mm 只是有時不夠轉 車頭 反而是1.3mm 1.2mm 放下去 但這輛車 我建議 車頭 都是走1.3mm 或1.4mm 偏硬 因為車尾尾 會比較舊款 可能會因為它轉彎了 因為它靈活了 有時會偏向走尾 或者難控制 如果你發覺 車會走尾難控制的時候 可以換回1.3mm 或1.2mm 路巴 越軟的路巴 車尾 打橫線的情況 會減少 如果 車沒有問題 你可以繼續用回1.4mm 1.4mm 就會令到車的彎速 會反應快些 好 大約是差不多 至於DROP方面 讓我看看 不如我講一次我大約的設置 40JTi 用回Solaris 40JTi 車尾竹 最低 和底板的距離是2mm 頭尾也是2mm CAMBA 2度 頭尾也是2度 Toe 我喜歡Toe out 就是車頭2度 車尾2.5度 油壓 350 沒有反彈 很輕微 最多油都是 可能最後有少少彈出來的感覺 主要盡量令它不彈 啞叉有5k 1.2mm 頭尾盒 頭尾盒 都是向上的 即是啤領在上面 頭尾盒 泰國領盡 車頭泰國 25度 OK 跟著 齒輪比 50 82 12 ROBA 頭1.4 尾1.2 寬度 我未加 spacer之前 是186頭 184尾 加了之後 即是188頭 186尾 因為 頭尾都加了1mm spacer 如果你發現 可以不加的時候 就可以不加 車就會靈活些 如果加了 車就會穩定些 對 對 對 就是搖臂下面的片 2號碼 和3號碼 都是有加的 我建議大家 嘗試安裝它 會好些 另外 Roll Center 我沒有搞過 我不知道原裝有沒有跟加加減減 但我現在暫時都是全車1m 即是跟回原裝 只是加了一些攝片 以及車頭的 調整 都已經有1mm 所以現在 搖臂底 全車都是1mm 通常很多車 車尾都會加高 半amp至1amp 但我覺得 暫時我沒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通常加高了 踩油 開油 車會實在一點 實淺一點 咬尾一點 但這輛車 我又不覺得 它會有好脫尾的問題 但若然大家 會發覺 這輛車很難駕 踩油又脫尾 收油又脫尾 你可以嘗試 加高 1.5mm 或者2mm Roll Center 可以幫助到 車尾會穩定一點 另外 Bowhead Bar 駕駕駛 我也是有裝 裝了會容易駕駛 好了 設定 大約就是這樣 選擇 選擇 設定 又說了 大家 玩這輛新車的時候 享受 因為這輛車應該組裝 沒有以前那些舊款車 那麼難組裝 那麼難組裝 應該都沒有太大問題 是注意一下 車闊 有時候會駕駛到其他東西 如果太窄的時候 如果你裝上跟原裝組裝 我猜到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 就繼續在下面留言 因為我設定了它 你可以留言 你問我 通常都會很快看到 會回答到你的 或者交流一下 就這樣吧 今集到這裡了 下集應該會講 Roll Center 詳細一點 好 拜拜 現在真是老人痴呆 永遠都拍完 發覺有東西漏的 不知道還有沒有東西漏的 這件選擇 又不可以欺負人憎 很不細心地 是沒有跟著螺絲的 即是這一件是 那個底 車底板 扔著那隻小馬 它是沒有跟著螺絲的 我建議大家 不要下三乘六螺絲 如果有三乘四 那些螺絲 就可以下三乘四 因為如果三乘六 是會扔出來 有機會 它又平常 不能夾到皮帶 但如果你扔得太多 它有機會 會扔到皮帶 我怕皮帶 會比較容易磨損 會不會太耐 對 所以 用短一點螺絲 它不會扔出來 應該會比較好 真的不細心 幾顆螺絲多少錢 一不跟著螺絲 跟著四顆螺絲 就安心 這件原來也不便宜 不過還可以的 誰叫你去玩 對 一包兩件 可接受的 這個價錢 就是這樣